Hello, 大家好, 周末愉快 又和大家做今天第三节 关于这个 21中全会见面会的报告 七常委说了 亦都说了 胡锦涛那件事我的分析 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是不要紧的 我说我的话 那我说我的话 其实对别人的说法有所反对 有所批评 但是不是代表这件事 人身攻击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 会错疑 对事不对人 另外我们看回 重要的事实 就是关于 他整篇的感觉是什么 有没有事情执漏和大家说 更重要的 就是他20届 一中全会见面会 应该有说话和大家说 他也说了一篇 20分钟的说法 那些人 罚企罚众欲20分钟 究竟是说了什么 或者重点是什么 或者说 显示到是否会打台湾 那对香港有什么变化呢 美中关系又如何发展呢 很简单这次和大家说一说 这个他的说法 可以重复一次 很多的国语的频道 或者一些字写 就是满汉全习 那很多人不明白 是万亨全市 因为满汉全市 那席和习是同音的 那就是今时今日 习家军全部统领天下 四个滋光新军 上次说错了 不是三个 四个滋光新军 浙江的人 浙江邦 不是浙江的人 浙江邦 包括了这个李强 做国务院总理排第二名 他没有记录是63岁 接下来就是排第五名 这个蔡奇 蔡奇排第五名 他做中央书记处的第一书记 这个就是六岁或六十七岁 总之是七上八下 要下的地方 接下来 六十岁的 年纪比较轻一点 其实都很老了 六十岁的这个丁舌祥 以前中版主任 现在做了什么呢 分分钟就会做 三月之后做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他主港管香港事务 机会也都挺大 因为通常是以前第一副总理 兼管香港事务 其实管 不是他管 是习近平管 真正的指令由习近平下来 他只是执行 第七名这一个 就是六十三岁 六十六岁的这个李希 就是广东省委书记 现在就会调任这个地方 正是出任中纪委书记 所以呢 每个地方都有头牌的了 OK 四个人 都是浙江邦的救报 你说浙江邦不是全面奪权 又不是 福建邦也都会占到很大的位置 在军委里面 我们讲过何伟东 军委副主席 张又合 他第一名的军委副主席 但是张又合 虽然不是这个福建邦 但是他的家人 是和这个习近平家人 是这个世交来的 就是换言之 他今次是任人为亲 为忠诚是用 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 今天你不是他 以前用过的人 或者亲近过的人 或者家族 認識过的人的话 你优上去旁边 换言之 你越差的人 越拆鞋的人 越拍马屁的人 越围着他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你会发觉到是很悲哀的 这个首先第一点 他的权力是超越了毛泽东 我上次已经说过了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找个总理李强是没有国务院经验 以前有传过找汪洋 找这个胡春华 都是所谓团派 团派的人 但是他们不找这些人 他找一个完全没有国务院经验的人 他找一个李强 由上海市委书记 搞到天路人怨 即是说他封城售吉 封城售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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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前战国三红之一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日本战国三红 曾经想打朝鲜 那这个是封城售吉 封城售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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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官法财 越封城越嘤嘤叫 搞到封 即是crazy 封 也都是 即是将他是seclusion 将他imprison 在这个家里面的 天路人怨 很多人死 上海人呢 对李强極度怨憤 但是招升他 那蔡奇 受北京極度怨憤 照升他 换言之 地方政绩越差 越没有经验的 指红不尊的 就升那些 你越尊的 越有机会 吃着这个小学鸡上 小学鸡什么都不懂 通商欢医 通商欢医 今次又说 打铁还需自身眼 他说什么呢 打血还需自身眼 这个是 闭幕演讲讲的 打蛇海书自身眼 肯定他精神不集中 人家写了那些字 写TIE 他读了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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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得了 打血还需自身眼 其中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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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完全读错字 有例如 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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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读成了 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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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是完全不集中 今次呢 他粗过稿 读错字的数目 就少了很多了 那这个小学鸡 最怕这些专的人来 越红的人 越包围他越对 现在剩下一个国家副主席 有人说 会不会胡春华 执回这个国家副主席 3月的时候成为这件事 因为国家副主席 不会列入七常委里面 现在是王岐山做 王岐山也会拜拜 那会不会王岐山继任呢 机会不大 会不会这个国家副主席 会不会被胡春华呢 我想就是有这样的可能 但我不认为这个是会 机会很大 为什么呢 他都会入到政治局 委员名单 24人 以前是25人 今天是24人 二十大 之后就是24人的 政治局委员名单 是没有胡春华的 我上次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他不会 成为国家副主席 机会应该比较大 会成为国家副主席 机会比较小 OK 另外就是所谓的秦刚 他入到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名单 即是一百多人的名单 秦刚比较破格小一点 他只是做外交部发言人 也都做过一些东西 他都是在英国做过事 全部都是战狼外交的典范 王毅分分钟就会因为战狼外交的得力 取代这个要退休的杨洁篪做中外版的主任 外事办公室的主任 这个是王毅去做的机会很大 接着呢 谁做外交部部长呢 分分钟就秦刚 这个是叫做一朝天子一朝神 即是鸡犬升天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有的人呢 都是看回这些人相当不信的 但是没有无奈的 刚刚做过一个 就是一些电视台的 或者是网络的节目 他们就继续这样说 这个是究竟香港人怎么看这件事 我当然没办法代表香港人 我都没办法代表台湾人 我只是代表我自己 正如各下一样 我只是说 无奈 苦 更加惨 不会有变化 是吧 即是今时今日 就算你 你习近平执政 你其他人当上位 或者是习近平 被李克人取代也好 国安法不会毁除 是吧 完善选举制度也不会毁除 所以说来都多余 去到香港现在的情况 是一个没办法去解决的情况 即是说 越变越坏 不会有好转的情况 所以香港人呢 要好慎选自己的抉择 不要死 好好活 准备好 等运到 今时今日 要选择留在香港 和外面 我们都完全明白和理解 另一方面 你看到 太子党 比如说 李小鹏 布小林 这些全部都不再在 这个 这个 中央委员会里面 换言之 已经完全飞走了 太子党不见 江曾的所谓的江派上海帮 也都不见 也都飞走了 跟着 团派的人 入不到政治局的委员 中央的人 譬如易江 刘鹤 全部已经消失了 你说 胡海峰 即是胡锦涛的儿子 未来会怎样呢 空多吉少 习近平继续做总家促私 那么 终身执政机会极大 我觉得 中共的前途 中国的前途 是迈向悲观的 这个首先要说清楚的 那么 另外 你说 台海爆发战争 机会大不大呢 我认为一切的 所谓的风险评估 是一个公式的 我补充上次说的 我上次说的 我上次说野心成信心 等于 这个战争风险 其实 比较精确一点是怎么样呢 是你主观的野心 与侵略的欲望 诚意 你客观上 对于 这个作战 侵略 能够成功 即是实现统一 成功的信心 即是你实际上 军事实力的比拼 这个数字 两个数字加起来 再加上 误判的机会率 就等于战争风险 OK 今时今日 有很多那些 所谓的 那些 蓝红联盟的走狗 他们不断的吹嘘 就是说 不论你说什么 我反善 就例如这个统派 龙英台一样 例如马英九之类的东西 希望我们买个笑面给别人 喂 你买个笑面给别人 你助长着别人的野心 别人不会因为 你马英九 或者洪秀柱 或者你龙英台 这些善意 于是乎 就不侵略台湾 中国 现在在发一个 天朝大国的迷迷梦 它要统一了所有耳质的东西 吃掉所有其他东西 台湾只是第二步 第一步是香港 第二步是台湾 接着全世界 野心 你不可以通过你卖笑 所以野心降低 这个也牵涉不到 对于 你有什么笑法 就是牵涉到 他更加有信心去征服你 你一助长到 中共的 主观的野心 也助长到 他客观的信心 因为他看不起你 那么 他误判的机会也增加了 所以这班人是买台 是台奸 今时今日 你不可以 我和你都不可以 去压低中共的野心 因为他是有 十岁人的天朝大国 武力强大 他也觉得自己G2 可以突破美国 去设立全世界的世界警察 一带一路 丫头行定立世界规则 和俄罗斯可以声声相识 这个就是他的野心 他要殲滅台湾 可能约定俄罗斯普京 打亚兰 我打台湾 这个就是野心 好了 他信心呢 信心就是客观的研判 那不是就是 中国人民共和国 和台湾之间军力的对比 而是说 牵涉到一个最大的野弊 美国和日本会不会参战 一参战他怕没有信心 尿都赖了 就像胡锦涛那样 那这个就是信心的问题 那你因为野心 成信心 信心接近零 所以你野心多大 其实那个情况都不会打仗 问题就是后面 加误判几率 那你加误判几率的话 那现在你看到这七常委 全部都是 没有一个人说 长河皇宫不会倒流 改革开放向前进 虽然说那些垃圾 虽然说那些垃圾 没用的 你看一看 胡锦涛 怎麽 怎麽重用李克强 李克强 被胡锦涛搭搭搏头的时候 李克强就发现什麽 怕到鼻子都没用 好了 还用那个汪洋 面目没可以立像 僵尸地坐在那裡 不敢帮胡锦涛任何东西 栗战书都吃过 胡锦涛、江泽民两家茶礼 都懂得少少的人性与礼貌 希望想 趁他起身 王沪宁和胡锦涛没什麽大关 是拔他下来 你会看到 党性怎麽凌駕人性 怎麽扭曲一份基本的生命 好得人的 他们已经习惯成自然 他不是专专要突掀党勝出 他的罪性 已经完全是 是围绕着自己的路袋 已经没有办法去追寻真善美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习近平又说了什麽呢 那 即是 我说回 是 台湾究竟是否会打成什麽呢 那会否打呢 我觉得机会不大 美国现在所吹嘘的 今年内 或者他没有今年内 布林肯 10月17日说的 经过北京已经作出根本性决定 认为不可接受现状 决心在更短的时间之内 去攻打台湾实现统一的迷梦 和平不行 用脅逼 脅逼不行 用武力 这就是布林肯说的 这番说话 就被人解释为 是否今年或者夏天会打 甚至打的机会很大 殊不知 你要知道这一篇 布林肯在10月17日 国务卿 美国国务卿 在史丹福大学演讲 目的不在于客观研判战争机会率 而是在于加强阻效力量 要求国内增活更多款项 你不回来台湾 台湾政策法是要通过的 如何收如何改 多少拥抱猫猫派 如何改的话 始终都要过 五年六十五亿的美金 再加上豪猪战策 利用台湾 stuff Taiwan with weapons stuff Taiwan with weapons 那这个就是将 一些不对称武器的力量 包括这个无人机 包括这些 勁的一些 所谓的 不对称作战能力的东西 比如地对空的飞弹 NASA AMS National Advanced Service to Air Missile Systems 这个就是 美国现在要给八套给沃兰 今年供两套 之后会更加供更多 接着不止NASA AMS 还要有无人机 还要有一些 好的战机 而不是超级大的军艦 因为要和中国作战的话 不是陆军 而是这样的情况 尤其是一些 无人机 攻击性的无人机 成本低 效益高 不对称作战 发挥这个重要的作用 这个就是 美国会用豪猪政策 豪猪就是一只战猪一样 stuff Taiwan with weapons 这一件事是会相当快 和加速的 台湾政府也应该要求 这么快 更多更好 在这个前提之下 很多人就说 战争机会有多大 中共的野心爆棚 但信心依然不足 因为能力不足 所以他敢打的话 后果严重 野心爆棚 能力不足 后果严重 后果严重 他敢打的话一定输 很多人说 今年不会打 那下年会不会打 后年会不会打 2024会不会 2027会不会 每个人都想做 能够参透天机的人 这个参透天机的人 以为自己有这种能力 自己可以接近到这种能力 各位 我就 没有这样的想法 等于 我和你在这里对赌 即不是对赌 和你捉棋 捉象棋一样 我们最早前 有个人站出来说 预估你 一个冲头20分钟之后 你就会输 你就会将军 我都没开始捉 你都没开始捉 你怎样预估到 我算过 我参透天机 有人说 布林肯说 什么什么 Davidson 有个Philip Davidson 戴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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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圣上仗 提到印太司令 预计2017年以前 会攻打台湾 那 于是 magic number 2017 27 印度神童 什么 所有事都是 对异状态 对异状态 就是说 究竟台湾和美国 怎样去对待中国 怎样对待这个政权 结果就产生了什么 如果美国和台湾 增加这个阻害力量 避免信心 即是使中共 挫败他的信心 你没有办法压制他的野心 你只能够挫败他的信心 然后避免中共误判机会 但这个很难 因为美中的关系 渠道已经被禁止了 而习近平找了这帮流浪小丑去做的话 是增加了他的误判机会 就是没有人肯说一些你不愿意听的东西 只是说一些你喜欢听的东西 国王的新衣 只有一个小孩 只是愿意说 你没有穿衣服 当然如果在中国道理 那就是彭在周 那就是四通桥勇士 这个就是误判的可能性会增加 所以这一次的情况 二十大的情况 他没有增加到中共的野心 中共野心一直都在 他也没有削弱到或者减少过中共的信心 因为信心不振 因为他的能力不足 反潜作战能力低 空军陆军机能力低 而且航空母艦 不要说了 那些是贫黑烟的了 那更加没办法打 一打即死 是吧 自暴其断 但是他这一次的东西是第三个变项 就是误判机率是会增加 换言之在里面里面是没有一些非我族类 甚至没有一丝丝的希望 有其他人会忠言逆议的机会都没有 你连有少少人线的战书都不在 目定口外的这个李克强都不在 你没有了个黑字 只是李强 你只有蔡奇这些流氓 你只有丁舌祥 你只有李强 你只有这个黄沐陵赵乐际 全部把你当神的拜 这帮人 每个都打打打 那么这个误判机会是不是更加高呢 那么如果大家想奪得这个军权 尤其是福建邦垄断了 某程度上垄断了 军 刀枪干子 刀把子和不干子 不干子黄昆明 OK 然后刀把子的黄小雄 然后妙华和最重要的是 现在新任的何惠东 出任这个 你福建邦的作业人物 出任就是这个军委的核心的成员 何惠东做了副主 副这个副主任 军委副主席 军委主席就是这个习近平 接着张又合就是这个和家里数有渊源的 同时 福建邦的这个何惠东做副主席 更加提到 完全是习派习权 而这件事是福建邦 资光新军委的浙江邦 只是拥有了七常委的四席 未来这两个地方会不会有打架的呢 有可能的 我经常说 什么都有可能的 看下去 景物长而放眼睛 对 在这样的结局之下 我们看回习近平这一番这样的报告 你更加可怕 他就说 他在今天的见面会上面 有讲过一番说话 他说 小康社会 就是他说 中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的目标 现在我们正是要意气风法 这样去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去进军 是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那么他这个地方就标榜了意气风法 这几个字了 跟着下来又说 大家要保持一个 晗扬的 粉浸的精神 即那些了 粉浸精神 就是他一直觉得 这件事用自己主观意志 就可以不顾客观事实的 客观事实 当然不是全面脱贫 当然不是实意什么目标 他只是意气风法 智得已门 那么跟着你看到他说 为其艰巨所以伟大 为其艰巨更显荣光 那么我们看看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我们的手足 我们的坚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人 为其艰巨所以伟大 为其艰巨更显荣光的 愿荣光归香港的 那么当然习近平说 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很重要 就是他那种主观意志 觉得他推进历史的精神 马克思很奇怪 又说历史是有这个规律的 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共产党就一定要加强力更加强烈的主观历史主动精神 他说道左且墙行则将至 他说无论几风高浪急几多荆涂蟹浪都好 一切以人民为依归 这个全部人民就是相对敌人而言 不是你和我 人民而言 他说 接着这个就是他说这件事 就是他完全不认错 一个丁鞋出来的 日错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都不是自己的错 自己很强烈用主观意志战胜一切 这个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 和这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这些左派思想的极度的病状 最惨就是以为自己人定胜天 这个就是第一 第二就是他认为依然坚持改革开放 所以你说他违背改革开放 你是错 宋平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必由之路 应由之路 其实是和习近平唱相往的 大佬 坚持改革开放 他说中国与各国的人民一起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都是触在他手上 他说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世界发展 持续推动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又是包在我手上 但你不要忘记 他整个过程中 你看英文看不到的 看中文就看到了 他说和睦相处合作共赢 共行天下大盗 要和全世界共行天下大盗 共是名词 还是共同的意思 大家明白了 共行天下大盗 就是天下大盗 这个读出来就是天下大盗 天下大盗 是盗舌的盗 还是盗牢的盗 那你就是一语相关的 共产党就行天下大盗 就是大策的盗 盗策的盗 他写成共行天下大盗 是什么呢 重点的不是什么大盗 不是什么共 是天下两个字 天下天朝主义 只是覆起世界 他觉得共行天下大盗 是共产党掌握了真理 掌握了天下大盗 他说的就是道理 一句定一万句 世界就要行这条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盗 不坚持你就错 你就不和他共行 你就不和睦 你就不能够和睦相处 不能够合作共认 不能够配合中国坚持改革开放 那他另一方面又说 中国离不开世界 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 那经济呢 是这个印性强 这个 就是相当回旋如地广 回旋如地广 我怎么亏 就是他的经济印性强 这个 相当充足的一个印性 同时呢 回旋如地广 我言之 我GDP跌多少 CPI跌多少 什么PPI跌多少 我不管 回旋如地广 就是我大了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不会改变 他说中国的大门 会越改革开放的大门 会越开越大 这个就是相当可怕 当然这番话 就是说给美国 说给华尔街的集团 你不要以为 我们这样 独霸天下 就不跟你华尔街做生意 我也跟你深层政府 华尔街做生意 欧洲过来 美国过来 Tesla Twitter 马斯克过来 继续提倡你的所谓的 一国两制 我们很喜欢的 这个就是 习近平传递的意识给大家听 这个就是他的可怕 如果全世界 尤其是美国 或者欧美的集团 如果不能够坚守民主阵容 不能够坚持他自由的地方 去帮助香港人 去捍卫台湾的话 或者加强对于中国 全方面的围堵脱勾 否则很难搞 我经常说 经常关注 这个所谓的 七个小英人当政之后 会不会一起去围打 这个就是 为中共去打台湾 打台湾 其实这个错 担心的是什么呢 祸起萧场之内 今时今日 内认第五中队 才是最大的问题 猎头的行动 想谋杀我们的政要 才是我们最大的和患 而这件事 才是履应 然后外合 于是 这个才是互通声息 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事 所以 中国 对台湾的事情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 台湾现在急切的任务 就是积极备战 清除共谍 我再说一次 积极备战 清除共谍 将第五中队 这些妙头 完全消灭于萌芽状态 以及将他们的剷除 如果继续一种 左胶式的统治的话 无论你多优雅 多文青 都没有用 选举快来了 11月26日 就会有24日 11月底 就会有 九合一 地方的选举 台湾也相当重要 还有公谍案 18岁 所谓 可以投票的 投票权的修宪案 另外 美国方面 也会在11月初 会有这个中期选举 所以未来很多日子里面 我都会陪伴大家 讲选举的问题 希望大家不要嫌弃 因为大家都会关心这些议题 但是肯定 台湾要自强 自立 也要知道自己的问题 积极避占 清除共谍 我经常说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不以法门 所以看回这段说话 讲什么 党的自我革命 讲什么社会革命 讲中国式现代化 全部都是自吹自律 自我感觉良好 这些是从不认错的人 从不见头的人 越差 越忠诚 越拍马屁 越来越升 而最后 这班人 是会将自己拖入一个 误判的阶段 所谓台海战争危机升高 不是因为野心 中共大了 他一直都这么强野心 不是他信心大了 他信心一直都是这么低的 尼立了信心高 七十多年内 每天都有机会打台湾 因为他知道美国会出兵 打不赢 而今天 发表完这个报告都不变 变的是什么 误判机会率 他使得误判机会增加了 所以这件事 是大家必须要防的一点 否则防不升防 或者不得了 希望大家注意 我们下一次再见